大家好 欢迎来到K线西游战法频道 那么本周一我们看到美股继续上行 上个幅度达到0.56% 行情走到这里面 我们终于看到了日线级别的一根八界阳线 我们看到这根阳线是完全脱离了前面行情当中 6月2日的悟空阳线的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 后面几乎所有的K线我们认为都是一组干扰性的K线 行情的干扰性K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方向的一个判断 但在昨天晚间0.56的涨幅 最终让八界阳线出现 那么对于上方道琼斯工业指数 就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 在多头预期的情况下 我们同时看到了 在波谷峰连线这个位置上已经出现了4次 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 所以对于美股来说 多多行情之后很容易出现一个新的高点 这一高点我认为会突破22年12月份 大概是3,500点这个位置 突破之后美股会继续一个多头上行的一个趋势 那么我们看到了比特币在这轮行情当中 依旧表现非常弱势 虽然美股有继续冲新高的可能性 但是比特币在昨天的涨幅当中 仅有0.81%不足一个点 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 我们看到了6月5日的一个悟空阴线 悟空阴线之后 我们看到了一个快速的反弹 最盛心的反弹并没有将悟空阴线斩杀掉 后面的所有的K线呢 我认为是一组干扰性的K线 干扰了我们对比特币空头趋势的一个判断 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 我们依然判断比特币容易继续走出它的弱势的日线级别下跌 下方有八戒阴线 沙森阴线 唐森阴线的一个预期 在这种预期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目前它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 对于26000美金这个位置上是有一定支撑的 这个支撑如果跌破的话 那么我们很快将会在未来的行情当中看到日线级别的八戒阴线 同时呢 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周线级别 早在4月初的行情当中就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 然后上周它的这个位置上走出了一个八戒阴线 悟空阴线组八戒阴线组呢 对于周线级别的比特币来说 依旧会有沙森阴线和唐森阴线的一个预期 周线级别下跌系务完成之后 行情才可能重新启动 那么周线级别下跌系务目标点点呢 是在22000美金 22000美金这个位置呢 是由22年的一个底部区域 我们看啊 22000的这个位置呢 是由20年的这个底部区域连过来之后 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 因此呢 也是我们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目标位啊 所以呢 本楼行情如果最终呢 可能完成周线级别下跌西游 它的目标点位是22000美金 同时呢 当前行情当中八戒阴线走完之后 下方是有沙森阴线 唐森阴线的一个预期的 但是这个位置上 我们看到本周的行情 是又出现了一点的反弹 这个反弹呢 极有0.78% 周线级别的反弹 这个力度非常弱 非常弱 它的这个位置呢 依旧处在一个妖怪配线当中 这个妖怪配线呢 指的是6月5日的这一周 八戒阴线所遇到的妖怪 当八戒阴线 沙森冯斩妖除怪之后 沙森阴线和唐森阴线 有可能出现 最终的底部出现的时间点 我认为是在6月底到7月中旬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 最终底部出现之后 行情才有可能有机会重新启动 那么这轮行情 我们看到之前走出了一波 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 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当中 有悟空阳线 八戒阳线组 沙森阳线和唐森阳线 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 目前正在走的是 周线级别对称性的下跌西游 那么我们期待 沙森阴线和唐森阴线最终出现 到达目标点位 两万两千美金之后 再把这个仓位逐渐补满 但是行情当中不要完全脱离和比特币的关系 这个位置上建议有观察仓 观察仓是你和行情的纽带 你和行情的联系 有了观察仓之后 后面的行情当中 你可以根据情况 适度的把这个仓位逐渐补满 那么更多的建议是现货和多单 在底部逐渐成型之前 慢慢的埋伏进去 最好的方法是分仓 分点位 分时间段 逐渐补满这个仓位 那么未来两年 一定是比特币的超级大牛市 如果底部最终出现的话 比如说15476 是它的一个绝对底部的话 我认为在未来 起码有20倍的空间 那么比特币的价格 可能会突破10万美金 BNB是本轮行情当中非常的重点 这个重点源自哪呢 因为我们看到了 BNB在这轮行情当中已经快速下沙 形成了一轮日线级别下跌喜游 这轮日线级别下跌喜游 分别由SEC起座Bennis平台之后的悟空阴线 然后是八件阴线 沙僧阴线 和昨天最终走出来的这个堂侧阴线 我在会员群当中 朋友给出了一个位置 就是220美金 这个位置是怎么给出来的呢 就是由前方高点691 691美元 这个位置高点多峰连线连过来之后 忽略上方的一些毛次线 变相找到最多的一个波峰的连线连过来之后 在这个焦点进焦点的这个区域上 找到了220美金这样的一个支撑位 我们看到行情当中走出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 根据我们K线西游战法 时间级别切换方线切换 这个位置上是有一定反弹的 那么反弹的时间级别 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目前它走的是小时线级别的反弹 小时线级别反弹还没有完全走出来 那么小时线级别反弹的目标点位是248美金附近 这个位置呢是小时线级别144均线的一个压力位 是这样的一条黄色的压力位 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 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 容易出现的小时线级别反弹正在发生 但行情的反弹不构成反转 因为在周线级别上 更大的时间级别上 我们已经看到了周线级别的巨大的悟空阴线 在这个悟空阴线引导下 如果跌破220美金这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支撑位 下方的空间将要被打开 所以下周行情非常关键 本周和下周的行情非常关键 在这个220美金如果跌破的情况下 对于Bennis来说 对于B&B来说 非常容易做一个重要的回补动作 这个回补动作呢 就是回补50美金到220美金 这样的一个筹码 空缺区 如果完整的回补最终的Binance平台的B&B 它的平台币B&B 容易走一轮周线级别的下令行 这是一个强烈的风险释放 这一风险 目前行情走到这个月 走到6月份 已经是它最后的一轮机会 如果这个风险最终得以释放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底部结构当中 它是有底边线的 这条底边线呢 源自于18年 18年4.6美金的时候 这一点同 20年3月份 8.9美金这一点 连过来之后 它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位 大概是在70美金附近 大概是在70美金附近 所以呢 我们对于B&B 有可能跌破100美金 是有一定预期的 这样的预期呢 是通过结构性来看到的 也就是说前方我们看到 上升幅度非常快 但是经历了两年的震荡调整之后 已经到达焦点位这个黑洞的这个位置 黑洞呢 这个位置会把价格吸引过来 同时呢 SEC起诉了Banis平台 这一例空呢 将会导致B&B 有可能出现快速下行 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 我们看到 在更微观的角度上来看 它确实正在反弹 但是反弹之后呢 一定要重点注意 它的这个小日线级别 144均线和1690均线 告诉上了一个压力 我们看到 上方行情当中 遇到这个144均线和1690均线 小日线级别的 这个位置上 非常容易被打下来 所以呢 本罗行情在日线级别下跌 其实完成之后 它的小日线级别 上涨西游的反弹的目标点位 如果到达245美金附近之后 容易继续快速下刹 最终完成它的周期级别的下跌西游 所以今天微弱的反弹 不是给大家带来希望 而是想要 超级努力在这个位置上 想要买掉更多的人 所以呢 对于空头来说 目前在反弹之后 是它的一个机会 那对于多头来说 我认为 这轮Biennese平台BNB 出现快速学习下刹之后 是未来两年之内 布局BNB的一个 最后的一次机会 这一机会 千载难逢 因为我们知道 K线西游战法当中 最重要的东西是位置和趋势 那么如果你能抓住 行情暴跌之后 形成了一个黄金坑的位置 那么一定会在趋势上 快人一步 先人一步 最终抓住趋势上的利润 所以当前行情 对下跌趋势的BNB来说 内心等待它的低点出现 这是两年之内 最后的一次机会 那么对于Lina来说 本来行情我们在昨天上午10点钟 抓住了Lina大概50%的上涨 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 并且在这个10点钟 跟会员群朋友说了 这个位置是50均线 10均线 突破了1440均线和1690均线 形成了事实上的一个进场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 K线站上的1440均线和1690均线 那么就可以把0.012附近 这个位置上设置了一个止损之后进场 国际其然我们看到了一个波快速的上涨 那么从我们进场到高点 大概接近50%的上涨幅度 那么这轮行情 我们把这个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来看 它是一轮完整的4小时级别的上涨细游 分别由悟空氧线 白氏氧线 沙僧氧线和唐僧氧线构成 4小时级别上涨细游之后 为什么会出现下跌的 因为根据K线休战法 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 这个位置上容易出现一个 小级别下跌细游的一个调整过程 调整之后对于Lina来说 我们认为它依然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结构 在这样的结构当中 我们看到了一轮平行式的上涨 什么叫平行式的上涨呢 就是怎么涨上去的怎么跌下来 然后又出现了同样的同斜率的一个上涨过程 我们看到之前的行情当中 从底部位置到高点一路上涨了166% 166%疯狂上涨 之后最重要的一个支撑位 就在日线级别1440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 所以回踩之后 再次出现了一个对称性的上涨过程 那么在未来我们可以看到 行情当中也容易出现一个对称性的下跌 最终形成一个非常大的收敌三角形之后 才容易继续向上波动 但总而言之 Lina来说 目前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币种 因为我们看到了 BNB以太坊和比特币 它的动能都不强 很多山寨币出现了一个 快速下沙学习反弹 动能不足的现象 但是Lina这种刺行币 在目前出现了一个机会 我们看到Lina的永续合约 是在213月份上线 Biennese平台的 已经上线两年了 经历了一个巨幅的调整过程 从最高点到最低点 下跌幅度达到97% 97%疯狂下跌之后 我们早在22年10月份就看到了一个 量能 这个这里面有成交量 出现了一个暴增的现象 这个位置呢 就是超级主力埋伏的位置 超级主力 往往对于长期运行的币种 会经历吸索拉起 台阳套杀一系列的动作 但它的周期是不一样的 在长线当中 它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在短线当中 它同样会做出这种动作 然后出现一个阶梯式的 螺旋式的上涨过程 就这一点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 调整到数不中级别 我们可以看到 每次上涨都形成一个台阶去洗盘 每次上涨都形成一个台阶去洗 洗完之后一波快速拉升 往往是凌晨的时候 容易出现一个高点 大家熟睡的时候 出现一个高点 然后大家醒来之后 你去追 追上来之后 然后一路扣杀 这样会形成 它在短线内的吸索拉起 太阳讨杀 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 它出现了一个杀招 但是它的整体趋势没有完全破坏 在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级别 日线级别 我们看到之前经历过一轮日线级别 上涨吸油 然后日线级别下涼吸油 那么本轮行情 它再次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 八点阳线之后 上方是有机会走出新的 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 所以对于Lina来说 我们一定重点观察它的是 它的上涨的时间级别 回调了一个时间级别 同时在这种逻辑切换的过程当中 找到止损的位置之后 再分仓进场 那么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同时对我K线西游战法感性流的朋友们 可以在主页右上角 找到我K线西游战法这本书的购买链接 感谢大家再见